哈喽大家好,我是章坤,欢迎收看章坤解说三国沙 本期咱们来看一下 第一局的话,我们是一个大主公 看会选谁呢 选第二排比较好听 徐氏的话肯定是有过牌的 他甚至是有团队的过牌 看顶不顶得住反对的一波猛攻吧 那么,哎呀,使劲地刷,刷来刷去也没装备 这个倒是有装备了,中央没有给阻定 但是,你是给我们演示开局瞎吗 我不说你忙不忙 你最起码该问卦给自己过牌吧 对不对 开局瞎啊,开局瞎 啊,不爽,不爽 上台就开局瞎了 那么,一下子两反一中内,基本上出来了 那么,强哥的话,这个要抱起来吗 这,张远银,张远银 他不完全一样啊 第一次没给可能是怕死 现在的话呢,感觉反对出这么多了 自己也该跳出来了,是吧 那应该来以这个为准 他应该是一个忠诚 好的,张远银的话,他挂闪电也是可以强制的 但是,黄远银,他就不能 所以说,他挂了一个闪电 但是,你要注意,这一个闪电 如果说,没有改叛器,没有特殊武将的情况下 他也就是一闪电了 霸车,霸车,霸车徐士可以控排队顶 并且,徐士的队影也可以控排队顶 你比如说,春哥问卦就可以控这个黄盖的闪电 对不对,我们问卦就可以控老太太的闪电 所以说,这个闪电有点可以期待一下 不说绝对发挥,但是至少可以期待一下 那么,这个时候,黄盖作为主流输出女儿 或者说,不管你怎么样 但是,忠语也是一个来俗性的武将 所以说,反对愿意打他,可以的,可以的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武中的话,只能说还是非常强势 你走到哪儿,你都不得不承认 对不对,今日末月事物 好了,过了,不可能再杀了 因为他突破的时候,直接酒杀了 末字怎么可能再喝酒呢 对不对,你一回合 酒杀的酒只能喝一次 救命可以无数次不要紧 但是酒杀的酒是只能一次的 所以说,这个蔡文基的话 就是说,少打输出了 至少是少打输出了 看到没有,一定要问卦 你队影都知道问卦,你自己不知道问卦 你说你瞎不瞎,对不对 恩宠,宝号,郭嘎 哎呀,折腾来折腾去 最后来了个一艘碎 还是不错的,然后又斩了一点装备 对吧,过的牌体现在装备上了 那么,我们这一轮的话 可以考虑挂不能夹 人头应该好像是捡不到的吧 你拿一个刀,杀一刀,蔡文基 应该是有一个成情和不义的 所以说,他最后问卦 你一定要问卦啊 你最后问卦,我可接受 因为,毕竟你害怕牌队乱了 是吧,最后问卦 牌队他永远乱不了 控你这个乐,控的实实的 但是呢,你还有游戏 控也没控到啊 行吧,还可以 但是第一轮不问卦可以 哎呦,我去 啊,激动了,错了 他没中闪电是好事 他中闪电还白瞎这个白银 是不是 他不中闪电是好事啊 一个成情 一个补义 但是没补到 完了,春哥没有 那就是过牌 过牌的话 过到一个审万件还可以 虽然说你黄盖有诈祥 但是至少他可以平销 除了我们以外 其他人多少都要掉点状态 平销 大家一起销一下 销状态 天派应该 不要紧 没有天派 指不定将来有铁锁 产生更大的收益 那么强盖的白银 也是非常强势的 所以说这一局的话 反贼K 截止到现在 他们还可以啊 还可以 但是他也折腾不起来 是不是啊 你只要闪电不 不天派这个周泰 甚至周泰可以控我们的闪电 让我们不被闪电批 你看 这就是喜欢图意识之快 只看眼前的你 这个时候都拍不住了 顺闪电 就算没有问贯 你也要顺闪电 你反贼还有铁锁呢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真的是瞎啊 图意识之快 不顺闪电 顺别的 那你现在我让你 是吧 我让你好好的快乐快乐 对不对 蹦等一下 哎 排队顶啊 徐四K控排队顶 所以说这个就 看断阵 这个四个反贼 当然加一个 如果是内奸就帅了 当然如果是忠诚的话 也无所谓 我们的状态还可以 对吧 只要反贼才下去了 徐四后期 打你一个周泰 也无所谓 对不对 你内奸又怎么样 好拼 对吧 毕竟内奸帮我们绑了反贼 虽然说忠诚也绑 但是毕竟主要是帮我们绑反贼 好了 那么你杀的话 这闪了呗 纯的干啥 火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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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时候过牌的力量体现 哎呀 这不过牌都干得死他啊 其实可以考虑先打死以后再过牌 毕竟你知道拿什么牌问卦 但是你先过牌 保证打死的几率更高 也都没问题 那么周泰的话 他周泰肯定不如我们 越开逃人死的越惨 当然我们来说跟他稳打 注意稳打的话 他这个状态他已经打回应我们了 那你要说直接一个做梦打死他 那是好事 我都还差一点把这个做梦给他忘记了 不是差一点啊 我已经忘记了 他发过以后我才发现 我做梦都在等这一天呐 还有一个小做梦是吧 前期那叫啥来着 问卦控闪电啪啦啪啦 这个大叔朱 后期扶朱一般呆 真的是这样的 那么还可以啊 就是说你的这个武将的发挥还可以 但是操作的话 部分操作有待提高这也得承认是吧 好了 那么这一局的话我们是一个大内奸 选择了一个大理通 开局的话 虽然说装备不多啊 但是紧张还可以 期待一下这一局的发挥 但是这一局场上一个蔡文姬一个邓爱 有点薛威有点妨碍我们啊 但是不要紧 只要压状态都不是问题 这一个过招 招宋威吗 果然是招了一个宋威 但是至少没有招他的老公嘛 对吧 这个宋威也算是跳出来了 貂蝉 不是貂蝉 是貂蝉 貂蝉还被盲剧了 蔡文姬还盲剧貂蝉 什么情况 那么难道说 如果说蔡文姬是忠诚的话 就很猥琐咯 这个是忠诚了 一定是忠诚了 应该是反的 但是他估计觉得天主的貂蝉嘛 对吧 贴主的貂蝉 比较骗中文姬 不管他 但是我没有啊 故意绑蔡文姬 我就引导 激活他 对不对啊 草批的话 反正上贴索也无所谓 也蛮难写的 哎呀 开局白银呢 这家伙开局白银 还加一个额外的面材 这相当于是一人得到 对日也来个三天 他基本上把宝都压到貂蝉身上去了 虽然说贴主的貂蝉 当忠诚完全没问题啊 但是在我们明确知道 自己是内奸的情况下 我估计这个貂蝉 还真是反对 这家伙压破压堆了 压堡故意压堆就了 平板让貂蝉来减换一波局势行吗 我们先那个一下呗 中中生有 好 好了一个顺手 你不会这么多牌就一个顺手 一个几个装备 一个杀 一个团一个离剑过了吧 还没有离剑 这全都离剑 也不敢离剑潮批 那还是 其实还可以啊 斩装备了 回头了 贴了一个勒 还可以啊 你不要说布置给了一队牌 全部都是背台 冲起来是可以的 哎哟 哎哟 这个蔡文基多次行动诡异 难道说他是传说中的忠诚 你没有看错 他就是忠诚 那个忠诚 无所谓呗 反正我就控你了 对不对 反正我就控你了 然后反正你给我补牌 或者说怎样 当然了 布置要记得 他的本营不是拿走了吗 对于他来讲 白银是一个神器 我们承认 但是我们就跟的是你的白银 你白银拿走了 你就别胡了 定判自己了 那定判我 对不对 定判我们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是更有配合的 绝对是可以推风的 受伤害推风 完美 想想还觉得蛮完美的 对不对 我说蔡文基行动诡异 原来是这个 不忠 是吧 他老婆不忠 不忠啊不忠 那我们限制反贼的白银 你没话可说 我作为内奸帮你控蔡文基 然后引导你们 蔡文基如果缠了 你们接着打 已经算是对得起反贼了 非常对得起了 一直在控蔡文基 就是不想让他嚣张 在这个时候就不要杀布置了 为什么 即将布置的回合 只不定给你定牌给你补牌 看到没有 所以说不要做那个 前面都已经打菜文基做贡献了 后面又突然跳出一个内奸 人家不给你补牌了 这种这个那叫啥 我们肯定不会当的 我们不是说 是吧 我们当好人就要享受好人的福利 对不对 这才对 哦 烦我们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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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赢家 能与切身奉断 干 肯定要干 写不多了 被翻卖了一轮 万一忠诚在激活 你或者怎样 你再来个刑伤 那就得不偿失了 保命吧 对 分担一点 对 一定要分担一点 赶紧打布置 布置是核心 貂蝉 这都强调赶紧打 行不行 对不对 赶紧打啊 换呼吸 哎呀 我就说嘛 这个家伙 基本上没咋落神过 没咋落神成功过 所以说他 他也是没办法 偷渡迎庭 尊取俗悍 这个时候 真机其实跳出来了 应该算跳出来了 那你要不考虑你顺一下他 对不对 我们 我们还卖吗 不卖了 反正你要卖的话呢 这个闪到时候 也可能能保一滴血 你不卖的话呢 反正稳一点 不这么浪了 行吧 就这样 不算坑忠诚 我们打了蔡文基也没往死里打 对吧 骗布置把牌给我们了 没有给他的反贼队友 也不算坑忠诚啊 不算 还可以 局势也还可以 就是得一个时机了 前面都准备了 后面就准备大吹风一波带 前面 睡了这么长时间 什么韬光养晦也好 什么 用计谋 是吧 那叫什么来的 计谋什么反正一波带啊 反正就是前面做了这么多 后面是时候收拨一点了 收一波了啊 值得收一波了 吹风陷阵 一杀敌手 这么多牌 南南先探探路 能打死的则打死的 不能打死的 反正先探路 然后才知道对谁动手 有锦囊啊 有锦囊 收反这以后有九属性 有九属性 有铁锁 有顺材 锁锁连环 锁锁连环 除了主攻全在铁锁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我们还有其他的出杀的机会啊 不死的 现在我们还能补刀啊 有请提醒一下 主攻 这就是大爆发 就是推锋一波带了 但是这个断肠的话就不要紧了 咱们一波都打下来了 一波都打下来了 所以说柔此以来的话 嘿嘿嘿嘿 顺手啊大哥 你不会想着裸推死他 然后顺潮批的银王 然后一波推了 你看你 早知今日 活必当初 哎 你如果说想顺潮批的银王盾 一波带 我觉得其实可以啊 但是你千万不要这个 说太怂了 应该来讲还可以 但是就是那个八卦 没提前搞的 搞得现在有点吃亏了 但是还好 貂蝉收到了 没收到的话 你就亏了 收到了就无所谓 反正省下来的也是黑傻 这黑傻你看看银王盾拿掉了 哎你亏了 他的脸主不用太过分的紧张啊 我们之前开过蓝蛮的 对不对 大爆发之前先开的蓝蛮 他形伤不了几个傻的 这简直是一个神九 神罗魔 为什么之前他的伞已经被我们脸主耗光了 还行 注意你断肠了啊 你断肠了 所以说你不是快速的攻击的话 时间长了 你真打不赢他 但是这样可以了 是吧 一个九杀把他压到一血 我们虽然断肠了 但是不影响我们存四张牌 不影响我们有这么好的装备 对不对 然后就等裸摸一张杀了啊 只要一张杀到账 那基本上就结束了 哎可以的 可以的啊 结束了 断肠了啊 不要再推风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们那一波是吧 前面续谋已久 后面大推风一朵袋 然后布置的话 你算是一个工程啊 之前给我们补牌 配合我们推风 反正都是你的 你是大工程 但是赢家必须是我们啊 所以说这个地方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 要告诉大家了 那就是关注葵姐直播 在战旗直播平台 搜索湖北张昆2018 就可以观看葵姐的三国沙直播了啊 如果记不清的话 看一下视频简介 好的 谢谢 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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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